民航局回復議員孫敏質詢時說 本澳民航業建立以來一直採取開放的航空政策 民航局在回復議員陳明甘孫敏質詢中表示 澳門航空擁有以澳門為基地的航空企業專營權 連期到2020年結束 但不限制本澳航線網絡發展 本澳民航業建立以來一直採取開放的航空政策 也會適時與外地民航當局商談更新內容 例如放寬業權、允許自訂多家航空企業等 民航局又表示 機場在建造和營運初期需要龐大的資金 機場專營公司在1995到2001年期間 向政府、私人股東和銀行借貸 但由於機場專營公司一直沒有能力償還債務 為了改善財政狀況 所以向股東發行19億4700萬的可屬回優先股 用作償還多年的銀行貸款 另外,機場今年頭5個月的整體旅客運輸量 較去年同期增加7.5% 澳門電視台記者,直飛魚報導 小航空企業